那這時候呢是由昨天投了三局的王建銘呢 上來緊急救火一下 面對的是第五棒的鍾田翔 這個半局整個分數被拉開來 一口氣掉了高達有六分 鍾田翔在今天四次的打擊當中有三次 遭到了三振還有一個雙殺打 但是呢 小球保監督還是讓他連續兩場比賽都打滿全場 對這位十二強的打點王呢還是寄予厚望 棒球裡面我想 投手要或是打者 最難的就是所謂的挑戰狀況的掌握 你中天想來講的話 記得他十二強的比賽 越關鍵他的攻擊表現越好 但以這次的所謂的對上上來看的話 他的攻擊的調整或許也是季初的關係 會感覺到他的調整狀況其實好像並不是很好 而且去年呢他是到 六月以前的後 冰冰不一樣的 全面打得特別多 也有可能今年調整的副雕 他自己多一點修正 都可以 想要把那個火力能夠延續久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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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壓好一塊 這球打者還是給破壞掉 打成一個右半邊的界外球 今天呢 賽後 恭喜聯隊的這些後輩們呢 要被陳金鋒學長 一個什麼樣的一個 這個 算是驚喜或表揚儀式喔 也是 也希望這個 當地的轉播單位能夠把這段一定要拍攝到 結果這個球揮棒落空 哇 今天呢 中天翔也吞了四張老黑 黃金鋭上來呢 跟昨天一樣 都還是表現得蠻穩定 整個攻擊節奏都完全被破壞了 他前跨腳一抬起來的時候 你看 重心都稍微往前 當打者重心一往前 有時候 你在面對球種的判別來講 或者是球種最後的擊球點的掌握 總是會比較困難一點 所以我們看到即使 他這兩場比賽來看的話 我們就前面就提到 揮空率高的 一定是在於說 他的擊球點是比較淺的 如果你球沒有辦法帶進來的話 你就沒有辦法做一些運 這個角度看得很清楚 棒子偷出去的球都還沒有進來 接下來輪到 中天宣號 中天宣號今天呢 在打上陣呢 是打了一個雙殺打 這次賽會 也還沒有出現他的安檔 那我想 中天想來講 經驗跟實戰全部都有 我想 稍微 注意一下 調整個 一兩場比賽 應該就有辦法 找出他過往一些工程的生意 這次 這次在整個 2016年 日本武士隊的一個班底 幾乎都還是 跟十二場賽 重疊性非常高 嗯 如果加上 原本一些退賽的選手 是 差不多超過二十位以上 只有一些 選手受傷 或者說是 包括 有部分是 到美國之邦去挑戰等等 其實幾乎是 原班人馬一樣 投手就算少堅強 說真的 也算是各隊一石之石 沒錯 台灣 代表隊有 最頂級的 所謂現在 最風光的 大谷小民 其實還有一段距離 說 我們必須要先 想辦法 這個 面對其他的投手 才有可能說 在正式比賽 日方派大谷小民來 對你 尤其是先巴 而且說 你如果是 想要引起大谷的興趣的話 你想要給他一點壓力 沒錯 球出現了 兩好三換 今天 以 王敬明的狀況 應該真的是 在這個半局 可能 才 趕快去稍微 做一點準備 因為昨天投三局的人 今天不太可能 說還 在規劃當中 要出賽 這也算是 蠻幫忙的 不然的話 真的 真的得用到余德龍 兩好三換 這個球 打高了 在內野的一個衝天炮 大家都過去 小心喔 最後還好 游擊手 王勝偉把這個球給接傷 結束了這個半局 9比1 日本武士隊領先